小杜猛男保罗欧文吃老谭算菜鸡脚面 谁吃老谭谁吃算菜谁吃鸡脚谁吃面 吃面的这个是地位最高的 克里斯保罗他吃面 因为啥他本身未忘在呢 他年龄最大 而且是球员工会前主席 他来当然吃面了 那你不能说对待这么一位老领导啊 当初也是带领球员工会争夺各种利益啊 也是一个有一定功训的 对于所有MBA球员呢 这种起码的尊重还得有 有点面的 克里保罗一根吃 谁吃老谭呢 老谭的话这东西 谭的正儿也吃 磨成咋呗 就是拿那种高压的这种这个压底啊 把这个老谭呢 这都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种土 对不对 谭的嘛 土烧制的这种东西 给你打回原形 就是从原本你是从哪来的 大自然当中你的本色是什么 通过高压的一些压迹啊 给你打回原状 打回原状呢 反谱归正 这个符合凯如文对于人士的理解 反谱归正嘛 所以他这块就是吃那些那个 就好像冲奶粉似的 当然这玩意儿呢 不容于水 呃 防御王李彦吧 就是勉强顶个饿 想要体会的就是人士见的一种疾苦 开始问了 谁吃鸡脚啊 鸡脚就是 还有鸡脚呢 这玩意儿东西挺全 我咋没吃过 带鸡脚的酸菜面的 鸡脚 这属于额外饺子呗 泡面半捋 买了一根火腥肠 一个这个鸡爪的 鸡脚 鸡脚也吃 呃 吃的东西呢 就是 就猛男吧 他吃鸡脚啊 因为啥呢 之前那会儿他腿部啊 那会儿跟这谁啊 这个碰撞了一番 跟这个 当然跟这没有啥关系吧 但是我感觉猛男呢 体型这块非常健美 因为鸡脚主义是蛋白质嘛 对不对 这状况主义肉制品呢 猛男平时没少见神 看起来也健美的身形 要不怎么叫猛男呢 为了保持体魄 不至于说 逐渐瘦小 吃点鸡脚 补充点这个蛋白质 多兰特就是酸菜呗 这酸菜 多兰特 好洗澡水之类的嘛 也洗澡 那时候你不可能说脚漏外边 先涮脚嘛 再洗澡 所以洗澡水本身呢 其实说明多兰特 对这网 还是耐受性挺强的 他吃酸菜应该 不会说有太强烈的排射感吧 吃酸菜 他就可以吃酸菜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